決賽拳的就是郭若驊和瑞典的阿布堅 現在在現場裏面進行第三和第四的名次之爭 穿紅色衣服的就是謝賽克穿藍色衣服的就是琴爺匈牙利的球員 本來決賽在九點半鐘開始 但是由於對上幾局就增持得非常激烈 所以整個秩序都推慢了 現在九點半才開始了第三和第四名次之爭 我繼續跟大家作現場介紹 這場比賽現在進行第一局 謝賽克以4比10落後 現在輸了一分就是4比11 好像謝賽克沒有了信心 晴爺就三十歲過外這個球員 但是仍然保持得相當之好 雖然有少少肚腩仔 但是就不受影響 拉起那個弧圈球來威力非常之慢 哎呀連食幾次西 中國球員很少有這些現象出現 在這個世界賽裏面 琴爺就輸了給赤彩克 但是呢 今次的琴爺 就是用了這個不同旋轉性能的膠皮 就是膠皮板 就跟赤彩克打的 然後開始來看 赤彩克就不太適應他的打法 可能就是這樣輸了很多 所以呢 乒乓球板那塊膠呢 影響都很大的 本來呢 你們跟對手打開呢 就是這樣的性能的膠 結果呢一換了之後呢 那就完全不同了 不過呢 對於自己來說 一定要適應回那種膠的打法 才可以呢 是打到自己的水準出來 7比16 7比16 借差在落後 一個快推正手 那結果呢 就是回過來 自己閃身打了落網 他球球機會了 哎呀好可惜 打之後也是拉網出界的 7比18 兵敗如山倒 這球球呢 鬧之下 想說拉一個呢 反手弧圈過來 結果打到個板邊 那這一局我看呢 就謝彩克呢 就發這個長球搶攻呢 就機會已經是有了 但是好可惜他呢 就不能夠把握到 對方的旋轉的性能了 那很容易呢 就抽到落網了 19比8 這一局呢 都很難反敗為勝了 這陣記網呢 在第二局呢 就是三盤兩勝的 三盤兩勝的賽事來的 這球球是借錯 兩次了 已經第二次呢 是拉起那個波子 拉網出去這個桌外的 證明呢 他拉得呢 那個弧度不夠啊 那可能是下午的時候呢 就跟阿布堅打呢 就打了失去的信心 所以今晚看見他呢 那個精神狀態呢 都不是很充足那樣的 這些球呢 又拆回去 很危險的 因為這個球 沒錯 其實呢 琴爺開這球球過去呢 完全是沒有篩的 而且那個球呢 彈跳得很高 他如果有信心呢 可以立刻呢 閃身打那個球過去 沒錯 但是呢 他自己都是推回去 反而給一個主動 這個琴爺 21比9 琴爺呢 是暫時領先了第一局 那你覺得呢 琴爺在這一局裏面的那個表現 怎樣 射賽克打 打得到呢 我就防守 你打不到呢 我就直接得分 那我們現在見到 加爾吉萊呢 就跟這個琴爺在這裡交路 加爾吉萊呢 在這一局 這一次的比賽裏面 那個表現都 好了 第二局的比賽開始 那麼首先發球呢 就是琴爺 琴爺 琴爺包一個下樽式的發球 好 那給射賽克呢 就一個空檔呢 就打到他的右方面 我覺得他這個下樽式的發球呢 就姿勢多於實際 就是因為那個旋轉度 不是太過強的 就是吧 好 看得很準的 未回得及身的時候 已經推他一個正手 讓他失了位的 我想他剛才 李富榮教練教他 就應該要打多到 他正手位呢 就得分的 好 幸好因為這個琴爺那個 弧圈球那個旋轉度呢 很強 所以呢 現在第二局開始的時候 覺得謝賽克呢 在拉波的時候 都已經用多幾成力下去了 已經 剛才這一球呢 就是謝賽克用側身打 琴爺的正手位 就得到一分的 可能呢 就是不適應琴爺的反手 就是反手 是有反上傳的 性能不同的 那正手位呢 就是 那個過來的 就比較規則一些 是上傳球多一些的 三比二 三比二呢 現在謝賽克領先一分 那麽琴爺剛才 就看那個球呢 就怕那個球就不軟 就影響過大家的演出的 琴爺呢 是離桌呢 是拉弧圈的 哇 好漂亮啊 這球弧圈的 哇 他的反手弧圈 他又跟其他的球員 打起來又不同 他不放高球 他的反手呢 就是你看他的手腕 就得到很低的 就能夠發出強力的手腕力 就磨擦那個球呢 那旋轉就很強了 他琴爺呢 那個握板的姿勢呢 都握得很高下的 握得在這個 板尾 那個 柄尾 那樣的 是啊 即是如果你 發球搶攻打不到他 你被他上了手 即是上了手 即是呢 被他拿主動拳呢 那你就很難應付他 因為你守了 守他不住 因為他力量很大 四比四 因為反手上傳球 就出了界了 這球波拉失了 因為謝賽克 也都是落重西下去的 五比四 謝賽克呢 領先一分 仍然站在自己的副位那裏呢 發個短桌出來 那這些球波呢 可能我肚腩影響 走不到位了 結果六比四 好 這個球波拉得相當之好的 因為這個球波 謝賽克呢 就拉個球過去呢 就沒有上傳那麼強烈的 所以晴爺就打了落網 他以為有上傳 結果呢 沒錯 一推 拉網出了桌 晴爺一個上傳球 好漂亮啊 好可惜啊 撞蹦 好可惜呢 撞蹦 不是呢 可能會倒桌 有機會啊 這個 給他正手呢 抽擊是沒有了 這一球球 這一球晴爺呢 他全部是以上傳球為主 正手櫃拉個球過去 很衝很勁 很勁的 那如果這一局 謝賽克呢 能夠拿到個主動拳呢 就反攻琴爺的正手櫃呢 我相信他這一局 有機會贏 這一局呢 謝賽克打起來的信心 是回來了的 看情形 沒錯啦 打他正手櫃 可惜呢 就擋不住他的上傳球了 他就落了 這球球我覺得他真是 握板那裡一殺那頭 那隻手呢 就已經死了 死力 如果能夠活少少呢 這球球會推得過去的 就出發一個上傳球 競爺一鬥之下就出了界 那接短桌球呢 歐洲的選手又比較是阿規 沒有中國選手那麼好 那實際上再發多一球呢 那就只有1分 這個球球 簡直是自己呢 就是擋了那張桌子 網球網球 做那麼快 你對付歐洲的選手 一定要長短球配合 讓他不要站在近桌 接你的發球 那如果全部短桌也不行 他一起來 也可以用這個反手好 他就拉過來的 對 沒錯 那陳爺射了一球 再打正手 反手位 這球球因為 琴爺自己失了位 沒有辦法 拉回反手弧圈 唯有射回來 一射回來的時候 落網 11比8 謝蔡克領先了 3分 這球球很厲害 對 以為呢 就拉一個重的上船 結果呢 琴爺自己 吃 雀鳥道兒 推了落網 那這一球 琴爺用反手 就推了板 就推了落網 這球球是 大家可以發覺 這位營光 有沒有看到 那個軌跡呢 可以很飄忽 那所以呢 就接這些球 是相當困難的 下樽式的發球 這球很可惜是擦邊的 琴爺有少許暈了 已經是 覺得他在這一局比賽 第三次 那個球已經擦到桌邊了 那謝蔡克的特點呢 就推擋了 就能夠有下旋球 那對方就不能夠發力 就搶攻了 那琴爺這一球呢 側身發力搶攻 可惜就拉出界了 14比10 謝蔡克領先了 10分 10 給14 琴爺落後的 網球 拔完 下旋 下旋 然後立刻一推 推回去的 反手那方面 謝蔡克想說 閃身想打的 已經呢 那個球追身 都追得很厲害 11比14 我發覺 琴爺選手呢 它的鬥志很好 他跟中國選手 雖然輸很多 但是呢 每一分 他都力增上游 意思是 我未打過 這個球員 都未必輸給你的 這個球員的鬥志相當之好 這個球員的鬥志相當之好 好啊 這個上傳球 又得了1分 你看他的動作 就很慢 其實呢 他接觸球的時候 很快 所以那個球速度很快 那個爆炸性很夠啊 15比13 哇 連失幾分啊 謝蔡克自己發球 竟然呢 連失3分啊 開一個呢 就是平推球 那麼 平爺呢 不妨有此 結果自己呢 是推了一個球出界 16比13 我覺得李富平教路呢 就是有一手 那麼這一局 他教完之後呢 就很有聞路啊 如果能夠依照這個方法 打了 應該可以追回一局 轉發球 14比16 李富平自己 也是一個世界級的名將 所以呢 而且呢 也都經常接觸歐洲的球員 所以呢 也都看得很通效的 開一個短桌 這球球就 有一點點猶豫啊 又想閃身 又想用反手推過去 14比17 這幾分 謝翰克只要 捆住呢 搶攻就可以了 好球一個直線 就打到對方的空檔 又得到一分了 平爺這球球 自己的重心移到左腳那裡 所以不撐不撐 所以沒得球 14比18 拉起 再拉一個 謝翰克先 很漂亮啊 推得很漂亮啊 好啊 這個球呢 我看謝翰克呢 就打出世界賽的水準 只要用一球球 就能夠頂住 五六板上傳球 所以今天下午來看他 就頂不住 完全頂不住 如果打倒這些 保持回這個狀態呢 應該有機會 可以黑席歐洲的選手 網球 拼著打下去 那邊打倒這些 是走到右邊的 拼著 有個反手 所以出界 謝翰克 只要堅持 堅持兩分 就可以贏 與一局了 15比19 拼下落後 4分 下樽球 終於又被他壓倒 其實球球沒有前面 那球路就打得對 可惜差一點 出界了 如果拉得到之後 拼著拼著 這份球已經失去了位置 轉發球,十九比十六 哇,前衝很厲害 我們在場邊聽到 庭爺拉板球的時候 那個撞擊聲很大 證明的力量很強 但謝蔡克的板手推動得很好 我先撐住他 好,謝發球 二十一比十六 這一局,謝蔡克可以說 打出自己的水準 我們休息賽進入第三局 決定勝負的一局 這一局比賽一開始 現在是六比一 謝蔡克領先 似乎這一局 他已經恢復他的信心了 打起來 幾次的發球搶攻都成功 他有信心的 發球球當然是厲害很多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時候 就手軟軟的 傳球就不夠強了 現在是瓊爺發球 一比七在落後 我看到瓊爺 全部用側身 用正手發球 希望搶攻 他現在輸到二比七 如果你還不搶攻 可能會輸下去 一個正手拉上去 好像拉出界 斜槍在第三盤裡頭 他的發球和切發球都很好 能夠控制到這個場面 這個球球很旋 但是瓊爺 果然老路中橫 果然利用他的正手 胡云球又搶回分 好旋 這個球球短袋 有機會了 一拉起 這個前衝球打得很好 如果能夠在下午保持這個水準 但是相信他 尾巴克一定贏到阿布堅 但是也很大機會 謝翠克的發球 在第三局裡發揮得很好 因為有局是下旋 有時是上旋 跟對方判斷錯誤而失分 經過李富榮教路之下 果然完全不同了 10比3 謝翠克領先緊 這個短袋 側身拉起 這個球球 前衝得非常之緊要 所以瓊爺又失分 11比3 我覺得謝翠克打歐洲是有得受的 因為郭若驊今天一半就打 瓊爺打得比較辛苦 其實來說 謝翠克應該的球 對於歐洲球員來說 那個克制力比郭若驊 因為他最擅長的就是近桌的快攻 那一刻 對於歐洲球員來說 那個威脅性很大 但是他真的自己失信心 沒辦法 三軍就不是說 是僥倖得回來的 轉發球5比11 楊仁落後緊 這個球球有點大熱 這個球球 那個球不是太旋的 6比11 好 挑起那個球 哎呀 啊 因為呢 挑的角度不是太靚 結果給亭爺 是重板 是一個前衝 前衝呢 就把球呢 就衝擊了 下去這個桌子裏面 7比11 追回分 歐洲選手最流行的 就是前衝的 就是前衝的環球 因為威力很大 現在準成度 亦都比呢 就這樣抽擊呢 是穩陣很多 7比12 那亭爺呢 那個發球 就換一下板 你又不知他會否用什麼交流 開球 現在這個12比8 就很緊要 如果謝昭克能夠發球裡面 拿到3分至4分 就可以拋離對手 但是如果發球之後 你拿不到那幾分 就被對方推成平手 就已經很危險了 這個球球有少許暈了 平爺回過的時候 是拉網下來的 所以呢 謝昭克掌握不到他的彈度 結果是踢了網 12比9 這球球好旋 已經呢 就到正手打了 我可惜打了出界 這球球 他猜不到 齊爺呢 就是反手挑回去上傳球 結果呢 謝昭克呢 就正手過去打出界 回得很快 他的球球 12比10 通常全爺呢 摺法球都是差一板 這下的鬼王滑線 挺漂亮的 正手呢 豎起這塊板 硬硬呢 撥回去 12比11 又有雲啊 拉到那個球 反手上傳球 再來一個 好可惜呢 謝昭克呢 就打了落網了 就有點猶豫了 覺得他 就不知道應該是打好 還是拉起那個球好 那我看謝昭克 這四球分球 裡面呢 開了長桌 應該有一球短桌 就比較好些 這球球也是長桌球來的 差點 如果不是平爺呢 自己手失了位 這球球又是危險的 這個球很危險啊 這個球 12比13 瓊爺呢 是落後了1分 但是發球拳呢 就現在在瓊爺的身上 換言之 瓊爺呢 如果這五個發球呢 看看他怎樣處理了 會不會下進式呢 我一個正手側身發球 很短的 接著呢 引了謝昭克 就一個長 打下長的 軟桌 結果呢 這個短桌用手力 發力就比較困難 但是歐洲呢 他的手力很好啊 這樣就打了個球就好 我記得1979年世界賽裏面呢 空牙力 就以這個實手間呢 就破了中國隊的八球 就連儲得世界冠軍 連搶兩分之下 14比13呢 是反超前的 不過一個短段 哎呀 謝賽這一球球呢 是把球一鬥過來的時候 忘記了落勢 不夠勢 所以呢 落勢 15比13 大家 鬥推 互手之下呢 謝賽克 拿回分 15比14 謝賽克的打法呢 就一定要 就好像老虎仔那樣 要發力搶功才能夠 如果手軟腳軟 就打不出水準 好 頂住先 對啦 沒錯 那個推打呢 用力壓住先呢 就能夠得分了 現在打到現在來說呢 我發覺得到 就是瓊爺的體力呢 開始有少少呢 就是 消耗得太大 因為呢 在上就 在下就那次 他跟郭若華呢 打得很激烈一下 那現在呢 經過了兩局的比賽呢 現在第三局呢 那體力已經呢 是消耗了很多了 已經慢了少少了 15比15 網球 那由於呢 就是九龍伊利沙百青銀館這裡呢 那個氣溫較為熱一點 所以很辛苦啊 尤其是歐洲球員街上來呢 特別吃力的 這個場 16比15 尤其是人多 今天全場爆棚呢 那個空氣呢 就可以說是較為稀薄一點 所以呢 就運動員來說特別深 哎呀 這球球直情 我覺得他好像 有一點點眼花花的樣子 都不知道那個球在哪裏 結果呢 因為呢 赤卓克用那個線板 用正手衛線的球 是 fraud 九龍伊利沙百青銀館 發球拳就在借錯誤裡面 最後一個發球 這一分就很緊要了 贏這一分機會大很多 短桌 逼到出來 哎呀好可惜 反手一推之後 轉發球 十七比十八 秦耶的手很濕 所以經常見他摸摸桌子 摸摸地 十七比十八 秦耶落後的一分 正手短桌 哎呀 謝蔡克 謝蔡克 這球球有點大意 撈不起球 十八平手 這球球謝蔡克就好 打得就是打秦耶的中間 胸口位 所以秦耶位 就不知用正手拉好 用反手 之下一個遲疑 失了這球球 十八比十九 這球球 他的板呢 太平了 那頭 那板太平了 忘了把他用少許管理壓下去 結果又失了 這球球謝蔡克 他不敢發力 太過穩陣 因為十九十八 可能緊張一些 就不敢發力 如果平時 三比三 這樣就可能會到的 十八比二十 現在 那是秦耶輸了兩分 全場的觀眾都為謝蔡克打氣 謝蔡克佔了天時地地人禍 我看他今晚這場歌 應該得勝了 幸好 因為他追回第二局的時候 已經證明了他的形勢相當之有利 好了 已經可以推絕了 已經推得相當之好 很可惜 在第二樓邊那個板 他不敢發力 壓下去 之後就出了界 他就以為 就是 晴爺這一板 回過來 就沒有什麼上旋力 以為只是前衝 結果就是平 因為那塊板平推 在平推之後 就飛了出去 十九比二十 這場球 也打得很精彩 我認為 大家都打得很好的 這一分緊張 這一分緊張 一個短桌 反手拉起 哎呀 信心問題 這一板 信心問題 本來他 本來反手拉起這一板 已經拉得相當之好 但是 當謝蔡克推回來的時候 他自己有點猶豫 究竟這一板 就應該把球拉起好 還是就這樣鬥過去好 結果在猶豫之下 就失了一分 十九比二十一 謝蔡克成為今次的貴軍 亭爺是第四名 稍後就進行這一場 全晚最精彩的賽事 就是冠軍爭奪戰 這位阿布堅 對郭若驊 我們稍後會跟大家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 謝謝大家